快看看这大鸡爪,有谁跟我一样就好这一口,快跟着我一起腌起来,实现鸡爪自由,自己腌制的柠檬鸡爪Q弹爽脆,又酸又辣,材料简单,做法简单还句句句开胃。 我们家小朋友说特产柠檬鸡爪叫我安排起来,安排安排今天特意早早去市场,交代老板留了三斤新鲜的大鸡爪来实现鸡爪自由,把洗干净的鸡爪冷水下锅,加入一块拍扁的姜和葱节,煮开后给它打去浮沫,给它保持中小火煮15分钟。 煮好后给它泡一下冰水,这个样子最好QQ脆脆,泡好的鸡爪给它沥干水分,倒入一个大盆里,给它加入提前切好的洋葱块去掉紫的柠檬块少许小米辣,给它全部倒进盆里,再给它加入多多蒜末,来一大碗生抽,来两碗陈醋,加入淹没鸡爪的雪碧,给它搅拌均匀,一定要咬点汁水,尝试一下 咸酸酸度,来适量增加生抽陈醋的量,然后放冰箱冷藏三到五个小时,泡好的鸡爪给它加入香菜,这是泡了三个小时的样子。 我这个是给小孩子安排的减辣版的,喜欢辣的一定要加多点小米辣,谁能抵挡的了这一勺,超级入味的鸡爪又酸又辣,一吃就停不下了,学会了吗?学会了赶紧去安排起来解解馋。